這個QAEP真的有幫我們產生公式 可是那個公式這個出乎意料的冗長 真的光... 雖然它問題解決啦 但是我真的也很懶得去分析 到底它這個公式 它到底是做什麼怎麼做的 OK 反正它能Walk就OK 所以有的人說真的 如果你懶 算了你算了你不用管了 反正貼上Walk OK沒有問題也就過了啦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人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除了用公式寫... 程式也是這樣寫了一大堆 它幫你寫到裡面在寫什麼 說真的啦 大部分也沒那麼認真啦 OK 反正能Walk 沒有Bug 那表示就可以過了 那只是說啦 你說像公式的限制 就是說它運行起來其實不方便 而且說真的出錯你也不知道哪裡錯 所以我希望 看能不能幫我不要用這麼龍長公式 最好是能夠插入一個函數 那那個函數 也許一個叫長一個叫寬一個叫高吧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一樣再複製工作表 複製工作表就拖拉按有沒有 再按下Ctrl鍵 再把左鍵放開 它要多一個一模一樣的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Delete掉 OK 我們就把它再多一個 因為我要練習不同的版本 這個是我原始有沒有 用那個最乾淨的MID 那這個是用Charge EPP的 那這個的話是制定函數的 那制定函數現在還有嗎 沒有嘛 所以我就請那個Charge EPP幫我產生 那問題的方法都跟前面一樣 請幫我將以上 所以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本來是請幫我將上訴的公式改為VBA的方向 只是說因為我們有三個對不對 那我有試過啦 我本來想說是不是一個長 然後再一個寬再一個高 可是我覺得有點囉嗦耶 那我就跟他講說你不如 將以上的長寬高喔 分別有沒有 改為三個 我本來是一個一個喔 要做三次 我有點偷懶 我想說三個會不會一次就成功 我把問題送出 看一下喔 他居然很有自信說 當然以下是這個三個喔 我看應該是三段還是 什麼這是長的部分 一個嘛 這是寬 這是高 所以如果我們要複製的話 先按長的部分 把它複製 然後變成你要貼三次 貼哪裡還記得喔 開發人員 Video Basic 有沒有模組 沒有對不對 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接下來的話呢 就可能要複製三次 並且貼上三次 所以第一個先把長複製 這邊是寬 底下的程式複製一下 再貼第二個啦 不過你們貼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名稱對不對 它名稱其實取得也有意義啦 就是get什麼 lex value lex應該是長 這個vis的話是寬 應該沒問題 那高的話呢 看一下程式碼 裡面應該也有啦 給寬 然後再來就高 高的部分的話在下方 一樣複製 這個是高的部分 再貼過來這邊 所以也就是說我貼了三個 function 分別名稱叫 getlex value with value 跟這個叫height value OK 所以三個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做完之後的話呢 有沒有成功 插入函數看一下 找哪一個呢 使用者定義有了吧 有了就大概對一半了 有沒有三個 有吧 所以先找長的部分 長是lax lax lax按確定 然後給這個資料 對不對 125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的 寬的話呢 一樣插入函數 寬是with 就是這個with 然後找這個 把它按確定 向下填滿 那高的話呢 也是一樣 高的話這個 high著 然後選這個 按確定 向下填滿 OK 那它摸錯的地方 變成說 它有三個function 你變成要做三次 那這個時候我發現 好像sab比較佔優位 sab就是 直接一二三 直接三個一起來 那這樣的話 直接 就可以很快解決掉 那請各位 試一下 這個地方 那另外的話 名稱可不可以改 其實如果你想說 我不要用這個什麼 getlex value 這麼長 其實很簡單 你就是直接改 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長的話 其實應該這樣吧 把這邊改成長 然後這邊改成長 那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這個就重來 這邊就 這個就不對 要刪掉 然後長的話呢 就是直接 這邊就變長了 有沒有 然後按確定 改一下 向下填滿 也OK啦 反而更親切一點 有沒有 改的話其實就改這個 跟改這個 那寬跟高一樣 我就不做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